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歉不透視 今集是做凸了 這是第四節 凸少少 阿子見意猶未盡 雖然他沒甚麼火 他盡數心中情都可以很長 好像白姐姐 盡數心中情 又不是 即是說甚麼 社民連那個 對於社民連有些看法 我覺得是對他自己來試 坦白說 我希望社民連那種 對批判性這麼強的政黨來說 是應該多些發聲 應該多些 但你又知道那些傢伙 又不喜歡這個方法 聽的時候 已經掩蓋了一隻耳 但我覺得我接受到 你們叫甚麼出賣香港民主黨 出賣民主 我就接受到 我覺得不要把問題 變成人身上的攻擊 又對一個老人家 即是師徒華 還有先生 叔叔 即是這樣 都不是健康 都不是好 是 這樣 那 再講甚麼 你講 你開了一節 你要講十分鐘 是啊 是啊 你不是想要講 不是講一分鐘 一定講到的 一定講到的 這樣也挺飽的 那再見 沒有 沒有 這樣OK的 真的 如果你要講回會員大會的感受 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我沒有火 我是沒有甚麼火 因為我都 你可以罵我 很乾脆 但是 我覺得 我已經無力感 無力感 我都不想有火 那些壓力 其實我這麼斯文去講話 可能台下已經有人駕你 你有沒有說甚麼 就是騷擾你 那我有沒有說 原來我落場踢球 未踢已經輸了 就知道 那你都沒甚麼心機踢了 就是這樣 是 是 那現在 李柱銘和誰 鄭家富 只有他們兩個 就說考慮退黨 如果不退了 到最後 我都會考慮的 你又不退 每個人都不退了 那還怎樣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問我 我一天沒有沉澱 看到很多事情 我都不太知道 你問我 什麼 退黨 有真誠意 是的 聽起來是幾次是的 我都不知道 其實你問我 我甚麼都答不到你 我兩邊都答到你 我沒錯 我要退黨 要在這件 這麼不公義的事裏 我要割席 不應該繼續下去 對的 又正常 你又說 繼續下去 要改變他 好像馬丁當初說 又對 所以我自己都缺責不到 但我亦都不是一個隱瞞 不需要隱瞞大家 就是 現在李柱銘就應該去愛爾蘭玩 是嗎 去愛爾蘭 他月中才回來 是 不是 沒有去月中 他會趕回來看完 結賽 在愛爾蘭可以看的 他不知道 他喜歡這樣就這樣 會回來大家商量一下 即是怎樣再繼續 大家要沉澱過程 是 不知道怎樣 是 我經常都想是一種進退兩難 例如你們退黨 另外另組新黨 不會的 你問我 我就不會搞 不會搞的 馬丁都不會 幾歲 搞甚麼 是 不搞的 民主黨 為甚麼 為甚麼不可以再 那群少壯派 一起組織一個新的 新的 新民主黨 有心無力 是 是 是 有時候會不會這樣 正中了共產黨的計謀 就是分裂泛民派 現在 贏了 是中的 大贏家就是共產黨 是中的 問題是要民主黨要受溝才能分化 是 當然我現在說這句話 歷了很多我們的黨員非常不高興 我們一定會堅定下去 但問題是現實上 你看回中國歷史 它統戰你 可以給你一些東西 令到你很好談 現在不斷把你的東西移動 這個原則 其實這個人都知道是很容易做的事 然後甚麼是統一戰線 就是把民主黨 拿到民主黨應該想要的東西之後 統一了民建聯 東方文匯 對不起 說錯了 報紙名 包括這個文匯大公等 它不是左派報紙 實際上 星島 這些叫正牌官報 是 變成一個統一的戰線去打 公民黨社民連 和其他的泛民 是 而民主黨站的位置 又不打 又不打 現在呢 對於社民連公民黨 這不是 不如他講錯話 又說他很講錯話 這就是共產黨所做的統一戰線 何謂統戰 其實是很符合的 但是 統戰這四個 統戰實際就是統一戰線 而成為 你是共產黨的盟友 然後就是打擊敵人 和共產黨 就是這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利害 所以被統 為甚麼被統 你統了過去 有時候不是說 我給了錢 我知道你被統 不是的過程 統的過程 不是一定我收了甚麼作數的事 可能先做朋友 這樣 我幫幫你 或者你怎樣 這樣去做統 然後令到你整個人 就軟了 這就是統戰 你說不中文 那些是統戰 他自己都不知道被人統了 包括 蘇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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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 梁燕成 他們不會說 我現在統戰你 你統戰成功了 不是這樣 統戰就是 和你接觸的過程當中 它消化了你 所以民主黨說 我們一定會 這麼多百萬人投票 我們怎麼會頂住 到時你吃他還是他吃你 所以這就是很重要的了解 中國的共產黨 毓民一早已經提出了這個警告 但是是不是就是奈何 就是你上一節說 大家可以看上一節 就是社民連那些特色 就令到大家沒有信心 沒有信任 一起走在一起 團結起來去抵抗局 其實我怎樣都要覺得 都好 都是社民連有一定的責任 他是 逼得太緊 對民主黨的人 而這個人 單止是劉慧卿 何俊仁 那麼簡單 只是逼得跟隨他那幫 會員也好 是逼得他們 但是毓民很忽視一件事 其實我們民主黨 很多人包括小弟在內 都是毓民多年來的聽眾和支持者 你明白嗎 其實他可以拿我們 有些人回來互相支持 是 但是他就很忘記了 聽你當時七宗序節目的人 什麼龍門鎮的人 喂 很多都是民主黨黨員 喝你黃如毓民 那些奶帶 有些人 其實你不要忘記這件事 很可惜 因為我們傷害到自己的家人 即黨 一時 一次是這樣 兩次是這樣 所以他支持 都會變得很難 因為我記得民主黨以前 我們還有搞黨校 或者搞一些活動 都會請毓民來講 講完之後 各個拍手掌 而且覺得很支持 毓民說得很棒 都是這樣 但當時毓民是否都很爆 爆爆爆爆 但當時未有社民連 都未阻擋 他就未罵 最主要是罵人 我記得好像連商台都還在做 是的 我們是聘請他的 是的 我記得 我也有回到主持 是的 那時候 大家其實都是毓民的粉絲 同路人 本來是的 同行者 那變了有些人 你這樣去做 你逼了 我覺得毓民是 我覺得毓民是蠢的 策略上輸了 輸了 如果你要沉著 和共產黨去捏過的時候 可能這一方面要調教 而民主黨又受不了一口氣 又要他繼續生存 因為這間店鋪 公民黨和社民連新興的勢力 多了兩間的時候 他就有很多的誘惑 這個誘惑就是 我怎樣黨更加維持成功和成長 不要讓新興的店鋪吃了生意 很多人都會讀政治學 讀政黨的發展 就是這樣 因為市場需要不斷調整 其實在先第二節 我記得第一節說了 就是那10%公民黨的中產拿了的時候 民主黨只好自我調整到另一個中間路線 當然要調整的時候 你需要很多各方面的勢力和支持去幫忙 這就是我對政黨發展 和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簡單的分析 你看到民主運動 我覺得是滅亡的 那原則和調教 我們怎樣平衡呢 原則和調教 所以林子健就是混不起來 因為太有原則了 就是混不起來就是這個問題 那香港人是否不抵要有民主呢 抵你這幫人有PK 我再沉澱一下這個問題 我都不要搞得很清楚 是 希望下星期有機會 還有一條火去講一下 要講講很多的 還有民主運動發展的影響 究竟是民主黨的方案 出來之後更好 還是更差呢 下星期有機會再講 再見 拜拜